《天氣報告》 大家好 歡迎收看3月31日星期四的天氣報告 我是楊漢妍 香港今早相當潮濕 我們看到在很多地區的相對濕度 都去到90%以上 有些甚至去到100% 所以事實上今早亦出現了一些有霧的情況 特別是在東面水域 我們看到橫蘭島附近 能見度下降到一千米以下 港內能見度都是偏低 普遍都在三千米以下 所以在此奉勸大家 如果今早早要駕船的話 就要特別小心 至於氣溫方面 我見到今天去到七點多時段 各區的氣溫現在是介乎在18至20度之間 天氣方面看看天氣照片看到 維港基本上蒙蒙隆隆 而且亦都是偏向多雲 不過大範圍的情況顯示 這些雲團之間有些納粔 所以預測今日的情況會大致多雲 能見度會頗低 而去到下週時段 將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天氣會變得溫暖 氣溫最高達到24度 至於未來的一兩天 我們預計在華南沿外 繼續受到這些潮濕的海洋氣流影響 繼續回顧多霧和潮濕的情況 所以指望香港都會相類似 未來一兩天將會是潮濕有霧 日頭將會是天氣溫暖 而去到下週初 就會有幾陣趙雨 香港天氣就講到這裡 多謝收看 再見